突然上个月就装一年多了 突然一下地下室漏水的时候 早上五点钟跑了电 哇 地下室一尺深的水呀 水放地板 这后来过两年就查 那我过去看怎么回事呢 那我一看 它是装地下室的时候 它为了省事不是地下室 原来是木 它装了那个水管 水管的话它都用打钉枪 不是那个下面 打钉枪突然有一个钉子 打在那个水管里面了 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坏 就是刚开始用的都没有问题 这可能用了一年以后 那个钉子慢慢就慢慢松动嘛 防止震动啊什么之类的 突然那个水都越流越大 所以它也不小心 可能平常也不准备下地下室 所以一跑下去 又一次深的水 马上把这个地板全滑掉 滑掉的话 要是美国人的话 出租房还真的成问题 它就说这个地方 有产生霉菌的可能了 那我身体可能都会受影响 那这种人的话 往往是如果你的地下室 有这个问题 你赶快的话把这个住客给它换掉 甚至的话 有一个当时 有一个人也是地下室出来没去 他马上租一个房子 让他先在旅 旅馆你先住几天 不要看着他来修这个 如果他看着你修 你这个东西没换掉 那到时候我生病了 我真的还找你呢 所以你不要看了 你告诉他全换掉 因为美国人特别在乎这个事情 因为上次我的一个出租房 也有这个问题 就等于他厕所的那个拖了那个水 可能坏掉了 漏水可能 他自己去吃饭去了 回了那个水泉漏在地板上 然后他就跟我说 那你这个 赶快打电话叫营销人士 CLAIN 这个地板全要换掉 要不换掉啊 他说这个东西 人住在里面 以后的人都会生病 所以说他们很在意这些东西的 所以说像这种东西 一定要缓缓 就是注意 那个师傅专修的时候啊 他为了省私啊 特别是 就说等于是地下室装修 他想用打钉枪啊 你最好让他用Squoo Drive去做 因为打钉枪最简量的 那个板子啪啪啪一下就拿完了 我自己做的话 可能半天时间就全搞好了 所以说这种事情 当然往往这种事情的话 就不能有没有出问题 因为他水管在里面布局 钉子这么长 两寸半三寸的 三寸厂的那个 那个歪打影片 所以注意啊 好 下面的话 差不多快结束了 政务出租房的一些要求 政务出租房的话 可能Saxing A的最大好处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 不担心收房子 政府之间每个月 自动把钱打在账上 那出租房的话 当然要有一定资格要求 主要是安全了 就像窗口开开啊 热水剃药 至少不容易 就住在里面的安全 还有一个那个 叫那个smoke detect 那些 那细节 你们有心里到的话 你们我给你发过去看 好吧 那这个 那这是基本的一些服务了 我现在就是做防复检查 一个是基本检查 基本主要是隐患检查 另外一个是全面检查 全面检查的话 就是详细的 然后的话 基本上检查完以后 晚上给你们提供一个报告 就是PDF的 检查照片 白蚁吗 白蚁对 检查白蚁 我认为有白蚁的可能 就是说 但是我不可能把你这个墙挖开去看 我只认为这个地方有白蚁 因为木头是软的 就放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给你做建议 因为这最后 你看我那个房子 最后我发现 我确认是有白蚁 是我把房子 我是把那个木板挖开了 因为挖开了 不就破坏你自己房子 一般我是不动的 应该是可以彻底治疗 对 对 地下打药 另外一个在那个水泥的 那个之间的话 你一定要打个洞 就是每个12次 一般呢 那个区域 你看用什么药 一般能够护免 一般是说 或者是十年 但是我建议你最好 只有七年的话 你再做一次 那他说就是每年 还要过来再经济检查 检查是这样的 那个不用 检查的话 你自己注意看 就是我给你那些照片 看你这个木头 有短的地方 有没有房子 沿着这个房子看 然后自己注意 比如像我家里面 不是看到那个 这个GiW上面 有一个托出来 用自己插一个转动出来 这就是等于白蚁 自己注意看 他检查也是这么看 但是他主要是看外面 那我想问你 我们那个买的厨房 那我们应该做的 白蚁的那个 看什么 白蚁的 你建议什么好方法 要是简单一行的 然后我建议应该是用 你如果觉得安全一点的话 就把Base System和那个 Chemicle一起用 那你怎么用 自己还怎么说 Chemicle 什么 什么 那我是觉得的话呢 你可以用公司做 公司的话 他们一般收费 以前 那我建议自己做 我一般自己做 我现在 五六套那个 你自己是怎么做 我自己就等于是 自己用Chemicle 就低了 所以你就把药断了 一般是实验的 是一般的实验的 但是有些东西 一般是里面的 毒性保持实验的 只要那个东西进去 它这个Chemicle 实际上是这样的 它不是那种 就是说它能够 意识到的Chemicle 它是自己不知道的 它种了毒 然后又回到 因为它是个群 回到家里面以后 它把那个木头啊 吃的木头 又给它的军具吃 然后给其他的人去吃 那些人一直吃一蟹的话 把它种了整个一个 两三个月之后 全死掉 那你这样做一个 去什么 如果里头有白 它也会什么 里头的话呢 如果它下了蛋的话 你就不知道 就没办法了 所以说的话 那你可能就里面的话 你看到有白一个地方 你把它打几个洞 把那个药水 添在那几个洞去灌一下 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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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们里面有 对 对 所以 我提一个问题 我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家那个 这个 经常看见有马蜂 我里面没讲到马蜂 那很多房子里有马蜂 这个小孩看着马蜂吓了 这个是怎么找到那个窝 马蜂的话 你可以自己到 空地步做一个马蜂处理 另外一个 你把那个用胎去把马蜂冻给它堵掉 这发现不到啊 我找半天没找到那个马蜂在什么地方 马蜂飞走了 对 马蜂飞走了 实际上你在空地步买一些喷的地方就行了 然后有一个拆回去 那 你刚才讲就是 它是 白蜂 这个它就是两种一种 是灌药 是被的 那根据你的经验好像就是 灌药比较是有效 灌药比较有效 OK beta的话能减少 因为beta是这样用东西把它吸引过来 然后它在里面去吃 但是有些东西白蚁它不往里面 因为白蚁喜欢往这个 当然是喜欢吃木头 这是肯定的 但是它最喜欢潮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 灌着药的地方 可能没有水 它从来 所以说你的效果是有限的 你能减少它的水拍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地下室 就是你看不见 没有什么可以看见美的地方 但是不是Home Depot有那种 2K的可以去 一个chemical经过三天之后 你发现有那个症状 在那个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这个症状 就是说就是它那个beta Home Depot不是有那种beta是吧 一个package 它有个盖子 打开里面有一种chemical的药水 那个好像是一个礼拜 就知道 就是那个我看过 他们说他们反应过 那个是你看到白 也可以马上杀死 但是我说的这种chemical 但是三个月它是实际上是吧 它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 它带到它的窝里面去 整个一个绝技了 那个的话是当时去杀死 我说也是刚才可能这个问题 人比较多搅混了 我说的不是白蚁的事儿 我说这个地下室啊 你看不见有明显的那个发霉的情况 可是那个Home Depot不是有一种package吗 你把他打开之后 搁在那个比较Home Depot 他告诉你过三十六小时之后 你如果看见上面有霉的话 他就说他怀疑 你下面可能有没有的 对对对 像那种情况 你觉得你建议 反正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你去买那个了 你还不录的话 那就看到这个湿度到底怎么样 我们只要湿 肯定会有霉 这是知道的问题 如果是新湿的 可能时间久一点就湿了 如果是湿了很久的 湿的缘已经很久了 就是比如想 那你肯定是有霉的 这是霉的严重 当然最严重的霉是黑霉 黑霉的这种房子 你进去的时候 已经要你签一个 我们叫Live-Vinit-to-List Statement 你才能进去 有时看到我经常遇到这个房子 他不给你扣紧的 你进不去的 你要签个字 出现的问题 你自己负责 然后的话我们进去看 我们还要戴着那个黄奴面具 这样的 因为这是按照那个 黑霉的最恐怖的 说得癌症之类的 那个 我去年到家就有 那些黄奴闹 看着有那个黑的那个 我觉得我更没有 上白颜 我觉得你表现差不多了 不但我今天没看到 是不是他们有多早就 如果湿路走掉了 没有潮湿的就好 如果有 没是一种气候 这个白蚁 我去年看了有好多死的 那个家门口 你看到死的应该是外面的 就是在里面 屋子里面 对啊 我知道 白蚁实际上在地底下 你是看不到的 有时你偶偶挖开的时候 才看得到 但是你看得到 白蚁很多翅膀 有时在外面很多了 才看到 但是那种杀 我不知道它是给你 有什么chemical 它应该处理过 如果 对啊 它如果 照理来说 那个chemical处理以后 一般的科技管理 对 对